來看有動物團體今天支出說 雖然動物法有禁止 不會捏動物在三地條 牽涯這些降伏 嚴格在網路邊帶 都有糖味 對亞生動物來說 危害是很大 所以他們批評農委會都沒有在管理 要求農委會應該嚴格執法 狗仔或是狗仔 折折折折折折折 雖然動物法有規定 受牽涯是禁止用來捏動物 也不可以製造 買賣 但是動物團體在網路 看到很多社群 電商背帶 并斥在賣 我們家買賣豚雞 他的理由都是 我是來抓老鼠的 可是你看現在這幾個月 這樣子下來看到 就是像石虎也好 像小吃也好 他們都不是所謂的寶育 他都不是所謂的小老鼠 動物團體表示 雖然在動物法有規定 為法書用手票 從出發一萬個到七萬個 不過抓到的人所完全不會負 或被放的所謂 只要沒生人就沒問題 他們認為 農委會要以發協調 買賣的網頁 並對賣人 賣人都出發 對找關頭 不是在發見問題後 外匯說賣人是對中國北台正口 所以就沒辦法 我們發動很多的使用者 自己去跟他那個平台講這件事情之後 有一些是已經下架了 但我們發現說現在最大的就是 像是在FB這邊 他其實還是完全沒有做任何的處理 民眾還是可以在網頁上面看到 然後購買 甚至他們還是可以就直接寄過來 農博團隊批評 農委會沒作為 這種問題撒保台方政府 農委會是表示 因為民政政社群是警官公司 如果法令官的對 就會盡量調查 安靜如果有發見行為人 也要求台方政府以法開發 記者 領域高科的台北昌報道